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萨德系统 我们讲这也是美国研制的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拥有着比爱国者更为先进的性能 而美国也计划要把它部署到世界各个敏感地区 打造一个密不透风的反导拦截网 而最近美国就准备要把这个萨德系统部署到朝鲜半岛了 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美国这个要求却是遭到它的盟友韩国政府的一再拒绝 双方甚至为此闹下了不小的矛盾 那么韩国政府为什么坚决拒绝部署这款武器呢 2014年5月底 美国媒体曾发出一则报道称 为加强美日韩同盟关系 美国正酝酿在韩国部署战区高空反导萨德系统 并已经在韩国境内进行了实地考察 寻找合适的部署位置 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消息一出瞬间引起了韩国各界的强烈抗议 部分韩国民众更是聚集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前 抗议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系统 而在今年3月9日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在例行记者会上 再次就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成身 韩国国防部并无购买萨德导弹的计划 韩国总统府发言人也就同一问题表示 韩国政府坚持三怒立场 即美国未向韩国提出任何请求 因此韩美没有就此协商 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 但就在同一天 驻韩美军司令部方面表示 韩国有多个地方适合部署萨德系统 美方曾非正式地进行可行性调查 萨德系统是美国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核心手段 其采用直接撞击方式 可有效摧毁射成为3500千米左右的弹道导弹 而在此前 防空和反导导弹一般都采用高能炸药破片的方式 依靠成千上万片碎片破坏目标导弹或者弹头 这样的方式只能使目标偏离原定轨道 一般不会完全摧毁弹头 由于韩军拥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拦截高度 仅为20公里 而美国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为150公里 是爱国者拦截高度上限的7倍之多 因此美国主张如果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 那么韩国将可以更加有效的拦截弹道导弹 其实我们讲说到底 在韩国建立反导系统对于美国来说 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味 而且如果说真的建立成功的话 也会起到牵移发而动全身的这样的作用 那么究竟这个反导系统具备什么的实力呢 咱们接下来就去了解一下萨德反导系统 萨德反导系统是美国新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唯一同时能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地级系统 引起导弹射程远 防护区域大 曾被誉为美国反导系统中的王牌 而作为同事美国战区反导系统的另外一张王牌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虽然在名气上要比萨德的名号想得多 但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要逊色得多 据媒体报道 如今最新型号的爱国者防御系统 虽然在防空侦察区域已经达到了300公里 而这也仅仅是萨德反导系统防御范围侦测能力的十分之一 因此 这一套系统还被以色列和日本等多国看中 而这些国家只需购买数套萨德系统 即可将全国完全覆盖 相当于部署了另外一套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如今萨德已经成为了美国新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导弹防御局甚至开始研究 将萨德导弹改装到战斗机上发射 这不但是它能随战机快速机动到危险区 而且可以飞进敌方导弹发射区 进行拦截概率更高的助推断拦截 该系统的作战构想 如果能够实现 预计首先将部署在F-15C上 在以后的发展中还可能装备其他战斗机 其实我们讲有了爱国者 有了萨德 这基本上相当于美国编制的一个反导大网 那么究竟这样的一张大网具备什么样的实力 它的形成会对亚太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在重回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的大战略背景下 美国借助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 凭着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装备 积极构筑多家联合的亚太反导盾牌 在这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中 美国担当领导者 组织者和实践者等多种身份 将这张亚太反导系统的大网 以东亚为轴心 按照三个层次全面投开 最外层的导弹防御 是部署在美国本土西海岸的陆基中断防御系统 2013年3月15日 美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美军将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宝增加部署14枚地基拦截弹 将地基拦截弹的总部署数量从30枚增加到44枚 其中包括 在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的四枚拦截弹 这些新增的拦截弹将使美军的导弹防御能力提高近50% 未来美军还将尽最大可能加强其本土导弹防御能力 而以夏威夷和关岛为代表的军事基地 则担负起了针对亚太地区的第二层环岛任务 美国在此部署了技术相对成熟 拦截成功率较高的两种环岛系统 分别是标准三型海基中段拦截系统 和末段高空拦截体系萨德系统 而最里层的反导系统 则依赖于与韩国等亚太传统盟国的合作 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其标准三以及萨德系统 如此一来 为了使这三层防御网按计划铺设 并尽可能的严密完整 争取韩国的加入是美国必须要做的功课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美国对于部署萨德来说的话 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 而正是因为这种态度 有分析就认为 在韩国建立反导系统不是是与否的问题 而是时间长短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 也有消息说 美国在韩国建立的这个反导系统 萨德 其实它是一个缩水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2015年3月2日 韩美关键决心军演和药英联合军演提前举行 据媒体报道 共有8600多名美军和1万多名韩军参加此次演习 而参演军舰数量也创历史之岁 然而演习的热乎劲刚过 韩国政府就被突然浇了一盆冷水 3月5日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一旦将萨德部署到韩国 那么他们所拿到的将会是一个缩水板 而这种行为与之前美国加强两国关系的决定 却是背道而驰 而据韩国媒体报道 缩水板萨德的导弹最大航空距离 将由原来的2000公里 减为600公里 和原版相比 缩水后的防御能力仅为原版的三分之一 不过也有军事专家指出 萨德反导系统的关键部件并不是导弹 而是雷达 而此次缩水的部分仅为导弹部分 并不影响其雷达系统的侦测能力 萨德的雷达系统是由雷达天线 电子设备车等部分组成 具有非常强的公路机动和空运机动能力 它不但能够负责目标探测与跟踪 威胁分类和来袭弹道导弹的落点估计 而且可以实时引导拦截弹飞行 以及对弹头具有跟踪和识别能力 因此能够给拦截器提供弹头预计位置的精确评估 并能识别假弹头 在一系列日益复杂的目标导弹跟踪演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美国极力推进韩国安装萨德系统的诉求 可能是为平时就能起到摄取情报和监视控制对方的作用 所以我们通过短片会了解到 即便说建立的是一个缩水版的萨德系统 但是它产生的威力也是不可小视的 而目前对于韩国来说 如果说想要建立一个防空反导系统的话 除了美国的萨德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2012年11月9日 加沙地带西伊伦巴尔冲突再次拉开战风 在整个冲突期间 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向一方发射了大约800枚卡桑火箭弹 然而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之下 以色列方面仅有数人受轻伤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奇迹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一种被称为铁穹的新型武器 防御系统 据媒体报道 在冲突的头一个星期 以色列境内遭到来自加沙方向的 200多枚卡桑火箭弹的袭击 其中90%的火箭弹被铁穹防御系统拦解 铁穹火箭弹拦截系统 是由以色列著名军火企业拉斐尔公司研制 每套系统由一部识别来袭目标的火力控制雷达 和3到5个导弹发射装置组成 机动性强 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转移和重新组装 每套系统配备数十枚高机动性拦截导弹 面对来袭的短程火箭弹 155毫米榴弹炮炮弹 或者迫击炮弹 它会迅速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并在空中摧毁来袭目标 而在与哈马斯的冲突中 更是让铁穹系统在实战中 检验了自己的设计性能 同时也让铁穹系统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一炮走红 早在2010年11月 韩国军方就曾对以色列采购军备的铁穹系统 表示出了浓厚兴趣 而在2014年韩国国会更是通过了 为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附加2.25亿美元的预算决定 而据韩国媒体透露 目前韩国也同样面临着被火箭弹攻击的危险 而萨德系统对火箭弹的拦截率 却远远不如铁穹 在价格方面 铁穹系统的一次拦截成本 大约是1万至5万美元 萨德系统的造价高达200万美元 因此购买性价比高的铁穹系统 无疑是韩国另外一项明智的选择 爱国者是美国雷神公司 耗资20亿美元研制的 第三代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研制之初 这款武器仅仅是一款 只能够对抗飞机的防空武器 然而到了1988年 爱国者导弹则被改良成为一款 适用于作战强度更为严峻的 反弹道导弹用途 如今 美军在日本冲绳等地 部署了这种导弹 更由西方媒体传出 日本防卫厅再次计划 采购124枚爱国者三型导弹 为东京和其他六个日本主要城市 提供导弹防御 此举意味着 日本开始正式部署 本国导弹防御系统 而一旦日本装备 另外一款防御武器 萨德系统之后 不但可以保护岛屿 这样的离散目标 而且可以距离于国门之外 将敌防来袭导弹 在距离防御区较远的地方摧影 而据分析认为 日本只要部署三至四套萨德 防护区不但可以覆盖全境 还可以依托陆地 对日本近海的岛屿和大型舰支 提供导弹防御 因此为数不多的萨德 实际上就可以构成 日本最为重要的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它将比单一采用爱国者 作为防空武器更为可靠 亚太反导网 承载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 防护重任 因此 盟国再次成为了支撑 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赛题 然而 韩国的拒绝 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自己在反导问题上的决心 以及勇气 不论韩国的态度 最终是否会影响到 美国的整体战略 但这已经充分说明 美国如今的整体实力 正在逐渐削弱 我们讲说起奔驰的smart 相信很多人